欢迎回到最在地的港独新闻 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继续带你来关心的是 如果说想要看病的话 什么时间比较适合呢 如果以上班族为例 早上想要看病除非是请假 否则恐怕看不得 那么挂了夜间的门诊之后 看完病时间不知道几点了 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压力 现在就有医疗院所配合现代人的生活步调 有了新尝试 大同医院开办的是黄昏门诊 即使是平常日 医院里照样涌入大量民众排队挂告等着看诊 不过对许多上班族来说 想在白天看病就得配合日间门诊时间 向公司请假 抽空来 要上班 要怎么来看 就是请外出假 除了上班族本身 其实还有学生族群 或者是要陪家中有慢性病长被求诊的上班族 都会因为上班上课的作息问题 而面临白天看诊必须请假 夜间门诊看完 时间也晚了 甚至还有可能挂不到号等情形 尤其下午诊又直到傍晚五点钟 就算下班赶来恐怕也来不及 为了体贴民众 高雄市大同医院即日起首创开办 黄昏门诊 曼昏的病人年纪大 又不能说在夜诊等很久 所以他们有时候会不舒服 或是说他那个慢性病人的病人也很多 然后我们因为疏解病人 另外一个就是让晚辈可以利用这个下班时间 让那个老人家在这个区段的就诊 当然啊这样对我们上班的人来讲真的是比较方便 因为我不用请假 对对对这样公司的话一个月外出假只有两次的机会 那像我这一次拆线 这个礼拜拆下个礼拜要再拆 如果改天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我就没有假可以请 我就要直接要请我个人的休假 大同医院目前供23颗门诊 以内科医师人数最多 所以院方表示黄昏门诊将从内科试办起 未来在世民众反映逐步增设各科黄昏门诊 虽然看诊时间是评估下班民众来得及的晚上7点钟 但还是要提醒挂号只开放到晚上6点钟 不妨用网络电话提前挂号 以免错过时间 港东新闻水公路窑采访报道 想要外出透透气或是到医院去看病 对于银法族尤其是独居的长辈来说 生活恐怕是不太方便 就有公益团体思考到要照顾弱势长辈 捐了一台爱心道宅服务车 给华山基金会要让这次银法族更方便 坐上爱心道宅服务车 长辈们准备出门透透气 一想到可以外出活动 老人家心情就特别好 这辆五人坐的爱心道宅服务车是由高雄卓越国际公益协会所捐赠 希望帮助华山基金会照顾弱势老人提供包括就医运送物资及泡澡等更完善的服务 所以它可以兼具一个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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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活动唤起社会大众 共同加入关怀老人的行列 尤其是弱势长辈的生活起居 能有更多的保护 港都新闻刘志善黄兰军 采访报导 最近的高雄有哪些 艺文讯息和值得参加的活动 继续带你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在黄绿上适合做哪些事情 又有哪些小细节要提醒您 特别当心 带你一块来参考农民里 明天是国立的9月2号 农历的8月5号 适合做的是祭祀还有嫁娶 不要做的是动徒以及安葬 属老虎38岁的朋友 提醒您要特别当心了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继续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 和你一块来了解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多云有下雨机会 气温是28到33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有下雨机会 气温27到33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 桃竹苗地区 都是多云的天气 气温26到33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有下雨机会 气温是26到33度 继续来看到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明天北部中部 还有东部地区是过量级 而南部地区是中量级 以上提供您做参考 以上是民国100年9月1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宋玉文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一切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再会 一切顺心平安 Zither Harp